番茄讲故事,只讲好故事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大嫂如母 这是一个关于亲情,爱情和婚姻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从大嫂嫁到她嫁 刘新月就对大嫂记恨幼爱 心中隐隐还有点不服 刘新月上初中那年 家中出了意外,父母失去 在城里工作的大哥大嫂 把她接到了城里上学 那时,刘新月感觉孤独无助 还有点胆怯 大嫂爷爷和她作伴 陪伴着她 让她充满了对生活的希望 她回想起来 至今都对大嫂感激不尽 大嫂态度转变 是在刘新月谈上对象后 刘新月在大学谈了个对象 说是大学 其实是个三本院校 有些同学不好好学习 攀吃攀穿 刘新月谈的对象叫贾刚 是小县城的土鳖 家中有两套拆迁房 花钱上也阔绰 贾刚给她买包包化妆品 瞬间便把她俘虏了 两个人毕业后就住到了一起 大哥不同意 气得伸手想打她 大嫂苦口婆心劝 刘新月正处在热恋中 哪能听得进去 既然谁的话你都不听 以后爱扎扎地 没人管你了 大哥气急 刘新月果真不回来了 跑到贾刚家和他领了证 过起了小日子 贾刚自治家境好 找了一份工作 上了不到两个月 嫌累 嫌挣钱少 说在家也能挣钱 想学炒股 结果不到半年 赔进去五万元 刘新月小声嘀咕一句说 你不懂还炒股 不是自己找赔吗 谁知 贾刚正在气头上 听见刘新月火上浇油 上前怕给她一记耳光 怒吼道 都是你这个败家娘们说的 要不我也不至于赔这么多 刘新月一气之下 跑回了娘家 大嫂家住的是一楼 刘新月前脚刚到 贾刚后面紧碎而至 隔着玻璃窗 看见贾刚的身影 大嫂从地上一跃而起 推窗高声叫骂说 你这个王八高子 竟敢打小月 小心过来 我拿刀劈了你 贾刚听罢 竟抱头鼠窜了 大嫂怯怯笑 刘新月有点不乐意 也许贾刚是来 向自己承认错误呢 自己正好顺着台阶回家了 这下倒好 贾刚也不来叫自己了 谁知第二天 公婆及贾刚一家三口 轰轰烈烈赶到 二老一直数落儿子不懂事 害小月吃了苦 说回家好好管教儿子 大嫂坐在沙发上抱着双臂 似笑飞笑说 贾刚 你呢 贾刚念如说 我以后不打了 那你昨天为啥不进来 大嫂沉下脸 我看小月还能耐了 屁点事就往娘家跑 结果贾刚都呢 你以为这是小事吗 小月在我们家 我这当 大嫂的还从没对她动过手 轮得着你吗 还有 她嫁到你们家 纵有哪里不是 你也 应该和我们说清楚 你有什么资格打她 不救 是觉得她娘家没人吗 大嫂狠狠地盯了贾刚 一眼 告诉你 长嫂如母 小月就是我闺女 以后谁再敢欺负她 我就不答应 大嫂一番话之地有声 贾刚诺诺称实 小月的眼里满含着泪 硬是深深地忍住了 从此贾刚果真没再动过手 小两口和和美美 过起了幸福的生活 至此 小月才明白 如果大嫂这次不教训一下贾刚 不给她撑腰 恐怕还有下一次